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恐怖片《新咒院》 故事的起因发生在2004年的日本东京 此时贾埃子家的房子已经换了新主人了 炮灰婶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便准备回美国的家 房子虽然换了主人 但咒院依然存在 吃瓜的炮灰婶刚走到门口 贾埃子便如影随形的跟上 换句话来说 炮灰婶把日本的土特产咒院 带回了自己位于雷伯恩大街44号的家 时间一晃来到了2006年 两年过去了 炮灰婶家早就出事 接下来所有的情节 都是围绕着炮灰婶筒的楼子展开 春花是一名警察 也是一位单身母亲 她和儿子刚刚从外地搬到这个小镇 自打老公得癌症去世之后 她一个人带着儿子小状态 过得非常的简单 她跟儿子之间有一个小秘密 谁要是害怕了 自要是从一数到五就没事 胡子书是一名老行人 自打她的搭档一根筋 进了精神病院之后 她一直都是单枪匹马的执行人 春花初来乍到 被领导分配给胡子书做了大道 两人开车来到一案发现场 树林里停着一辆荒废了好几个月的汽车 从现场的种种迹象来看 司机当时肯定是脑子抽风 所以才导致汽车失控冲进了树林 通过身份证件警察们了解到 司机是一名65岁的女人穆大妈 穆大妈从事着一种特殊的职业 就是帮助那些被疾病缠失的人自杀 在穆大妈随身携带的物品中 警察找到了一个地址 雷伯恩大街44号 这个地址也就是两年前炮灰舌的家 好奇的春花向胡子书打听雷伯恩大街44号的事 可胡子书似乎不愿提起这件事 顾左右而沿塔给绕过去 晚上春花在网上一查才发现 两年前住在雷伯恩大街44号的炮灰舌一家全能于海 而且根据同事的介绍 当初负责此案的胡子书和其他同事 从来没人敢进入雷伯恩大街44号 为了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春花开着车来到了雷伯恩大街44号的别墅 此时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主人是雷大妈和雷大爷两口 春花进屋之后发现雷大妈已经疯了 冲着春花不停的说着救救我救救我 而林大爷已经死了很长时间 春花在返回的途中遭遇了一些离奇的事情 这充分说明 自打他刚才进入到雷伯恩大街44号之后 周园已经盯上他了 春花开车来到胡子书家了解情况 胡子书一听春花去了那幢鬼宅 当时就想想 胡子书说两年前炮灰是从日本回来之后 就杀了自己的老公和闺女 然后自己也自杀了 这件案子太邪魔了 不能再追查下去 春花说你为什么不进那幢房子 胡子书说我之前的搭档一根筋 对这案子非常的执着 他说那幢房子里有一种灵异的力量 我劝你别再管这件事 虽然胡子书已经提醒了春花 可春花从来不信怪力论神那一套 非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根据资料显示 雷伯恩大街44号当初是房产经纪人小眼镜 卖给抛卫神 现在让我们回到2004年来说说小眼镜两口子的事 小眼镜陪着老婆龙套姐做完运点之后 来到了雷伯恩大街44号 找炮灰室在盒头上签字 这幢房子小眼镜刚卖给炮灰室不久 有些手续还没有办完 可小眼镜在外面敲了半天的门里面也没人回应 他拿出备用钥匙打开门 又扯着嗓子出屋里喊了几句 可还是没人搭理他 其实没有人搭理他也正常 因为此时炮灰室一下三口已经挂了 而家椰子正在浴缸里泡走 这位日本的一线女鬼一看机会来了 蹭了一下就窜到了小眼镜的身上 晚上小眼镜洗澡的时候 家椰子小是牛刀 可把小眼镜吓得不轻 到了后半夜 家椰子又出来折腾 这些可把小眼镜彻底下尿了 转过天 小眼镜拿着合同再次来到了炮灰室家 家里只有炮灰室的闺女小萝莉一个人 炮灰室和老公还是没在家 小萝莉不仅表情诡异 而且还不停的溜逼气 要说小眼镜真是个好男人 不仅替小萝莉指了解 而且还一直陪着孩子 小眼镜的故事咱先说到这 让我们把时间再拉回到2006年 春花正在夹洗脸的时候 家椰子突然就把他摁走了水盆里 差点把这些门就给淹死了 接下来我们该说说 那位帮助别人自杀的穆大妈的故事 也就是死在汽车里的那位老司机 故事发生在2005年 也就是林大妈和林大爷 刚住进雷伯恩44号不久 原来林大妈得了很严重的疾病 简直是生不住死 林大爷为了帮助老伴解脱 希望穆大妈用特殊手段 把林大妈送走 穆大妈说大哥你放心 已经有40多位客户 殊辱夫夫的死在了我的手上 我可以拍着胸骨保证 绝对让大姐面带微笑的 去找杨文也报道 不过有件事在那说的头里 林大姐的头脑必须是清醒 而且是心甘情愿领的和喊 随后穆大妈对林大妈做了测试 林大妈精神失常的表现 让穆大妈非常失望 穆大妈说大哥这次不行啊 你老婆的心智不健全 这要是把他给杀了 警察一来还以为我是小三 想转正要了林大姐的命 到时候我可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虽然穆大妈没有对林大妈下毒手 但是为了安慰林大爷 穆大妈决定留在这里在观察节 晚上穆大妈到超市采购的时候 一些诡异的现象开始出现 当他回到林大爷的家门口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男人正站在雨中 对着房子呆在发廊 这人不是别人的 正是一直调查炮灰室家惨然的警察一根筋 也就是胡子叔之前的搭档 林大爷一看急忙给胡子叔打了一电话 说你那个一根筋的搭档又来 你赶快把他给领回去吧 穆大妈说那孙子谁啊 林大爷说是个警察 这个房子里之前发生过凶杀案的 案子就是他负责的 穆大妈一听的心里就是一惊啊 胡子叔拉着一根筋往回走的时候 一根筋突然冲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 这一枪虽然没有要了一根筋的命 但却把这哥们给毁弄了 时间再次来到了2006年 春花在查阅了一根筋的资料之后 决定去精神病院找一根筋聊聊 这个一根筋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而且还把春花吓得不轻 一根筋说既然你已经去了那幢房子 那么你被怨鬼缠身就是吃早的事 你要是想彻底解决这件事 那就丑机会把那幢房子给烧了 根据一根筋留下的录音 春花得知了日本恐怖片周院的剧情 一根筋认为是炮灰室把周院带回了自己家 然后才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 现在我们接着说小眼镜的故事 小眼镜陪着炮灰室的闺女小萝莉 在家一直戴到天黑 也没见到炮灰室两口子回来 当她正在跟老婆通电话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喊门铃 她顺着猫眼一看 直接门口站着一个女 可等她打开门那女人又消失不见了 小眼镜回到屋里 发现小萝莉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她顺着楼梯一直摸到了二楼的卫生间 也就是之前家爷子泡澡的地方 当她正瞎穴磨的时候 家爷子突然搂住了她脖子 热情的邀请她洗个烟烟浴 这下可把小眼镜彻底吓屁 被咒怨控制的小眼镜回到家 七里咔嚓把怀孕的老婆给杀了 然后紧接着也自杀了 现在我们来说说 那位帮人自杀的穆达妈是怎么死的 穆达妈睡到后半夜 突然听到外面有动影 她悄悄的来到林德妈的房间 只见咒怨正在给林德妈输送能量 穆达妈说虽然咱都是知识分子 但我不得不说 你们家是真的闹鬼 林德也说没错 这事我早就知道 我老伴的情况你也看见 医学界已经把她给放弃 我之所以会买下这场凶宅 就是希望鬼能把我老伴的病给炸 或者说在她死后 能像这屋里的鬼一样 永远陪在我的身边 穆达妈一听 这乙巴根就攥上一股凉气了 意识到此地不可救流 于是第二天一早就打算离开 当她正准备跟林德也告别的时候 发现林德妈居然站起来 而林德也已经被林德妈给杀了 穆达妈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人叫 穆达妈开着车落荒而逃的过程中 咒怨再次发布 导致惊吓过度的穆达妈 直接把车开进来处理 林德妈被送到医院之后 在咒怨的控制下跳楼自杀 晚上咒怨又来到了春花家 打算把这个多管闲事的娘们给吓死 可春花也不是白吃饭的 虽然怕得要命 但始终没有犯行当命 春花意识到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 为了彻底解决这件事 她听从了一根筋的话 提着汽油桶来到了雷伯温大街44号 打算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 咒怨一看这娘们出手这么重 也有点慌了 首先给春花来了下马回 重现了泡婚事杀死老公女儿的场景 这春花也是老行真的 这种小场面根本就没当回事 咒怨一看这招不灵 于是急忙又变成了小正太的样子 企图阻止春花的行为 但春花也不傻呀 跟儿子一对暗号 发现对方根本就接不上 于是就明白怎么回事 当场就把房子给烧 本以为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可没想到后边还要反转 原来这咒怨跟着春花回来家 把春花欺了一看上去啥 看完这整个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吃压惊 东洋女鬼挺彪悍 跑到美国去捣乱 温家双煞鬼兄女 快来看看怎么办